Hello,大家好,我是小旭 今天继续讲Litcode的1206题 Design Skillist 设计跳跃链表 今天做了这道题,感觉挺不错的 就是复习了一下跳跃链表的知识 就是之前在学Redis的时候 知道有这个数据结构 但是其实只是了解了一下它的基本的原理 但没有去动手实现 所以碰到这道题的时候 就感觉内心有一点恐惧 但其实这种恐惧 只要你沉下心来 花个20分钟去看一下VG百科 你就可以把这道题做出来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道题比较好 我就把这道题拿出来讲一下 怎么说 虽然这道题的级别是Hard的 但是它并 我觉得并没有那么难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题目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的学习有帮助的话 可以通过微信或者知识宝的捐赠来支持我的创作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B站频道 YouTube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题目的描述其实还蛮长的 是吧 但是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图片吧 这个图片是它从VG百科去 也用过来的 跳连表首先讲一下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实现原理吧 我们知道一个链表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说随机的这个插入删除 对吧 这是O1的时间满足 但是我们在查找的时候就是O1 那跳连链表的这个 这个访问 增加删除 它的实现反复就是logN 那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这张图里面有四层 对吧 它就是有一个分层的这样一个思想 它最我们从下往上看的话 最下面的一个是乘级最小 最小的 然后最上面是乘级最大的 那乘级最小的这一层呢 它里面的这个元素链表 就是一个原始的链表 那这个 这个原始的链表的元素呢 就是就是按这个从小到大 就是有序的 对吧 这里面是个升序 然后再往上一层看 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logN的时间满足 它就是在当前这一层选取了一定的一定数量的这个代表节点 然后构建出新的一层 更高的一层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它把30 50 70 这三个元素 三个节点代表作为代表节点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链表 然后再往上直到只剩一个代表节点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要想把这个查找或者增加的这个时间满足 要给它降到logN的话 就说明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成绩的数量其实就是logN 对吧 这样我们可以查查找N层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目标值 那它的实验法都自然就是落文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思想 就把这个原始的链表进行了分层 然后每一层选取一定数量的代表节点 那么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么我们看它在查找的时候是一个这样的流程 我们跟着这段话走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增加一个80的节点 它发现80的节点呢是大于30的 所以它就在30的下面去寻找 然后80是大于30并且大于50 那么我们在50下面寻找 大于80大于50大于70 那在70下面那个节点寻找 然后80在70和90之间 那就把80增加到这个70和90之间 对吧 那整个这个就是增加也好 那它查找啊 删除啊 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链链表的一个 基本的大概的一个实现的一个原理 但是我在去想这道题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具体的实现过 我就纠结在于这个节点到底 就是这个乘级的数量到底怎么去确定 以及这个节点到底是不是一个代表节点 怎么去确定 首先说这个乘级的数量 就是它这个乘级的数量 是取决于当前的这个节点的个数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它乘级的数量是等于logn的 约等于logn的 所以这里面的乘级数量 如果你不知道将来有多少个节点的话 可能这个乘级是自动增加 自动减少的 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情况 那再说这个节点到底是到底是不是一个代表节点 这里面的话 其实它这个数据构用了一个概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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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知识 就是它是一个概率型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构 这是我自己定义的 然后那为什么说是概率型的呢 我们知道最下面这一层 比如说第一层这些元素 它一定是代表节点 对吧 其实它就是一个原始的数据构 原始的链表 那再往上高一层第二层的时候 那我们就有一定的概率 去选择一定数量的节点作为代表节点 那这个概率呢 我们这里通常是取1分之1 或者1分之1都可以 那这里面就是取了一个1分之1 我们在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 我们取了1分之1这样的一个概率 那么也就是说有一半的节点作为代表节点 然后再往上的时候 还是这个一半的概率再乘上一半的概率 就剩两个元素 假如说这个一层有八个元素的话 那这层就四个 那这一层就两个 这上面就一个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就是它还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概率的一个知识 所以呢 你在具体说的话 就是说你在增加一个元素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把这个元素增加进去之后 还会发现这个节点应该出现在 某一层 以及到第一层之间 的代表节点 它要作为这些层之间的代表节点 我们要把这个元素增加到这些层当中 删除的时候也是 那我们将这个元素呢 从某一个最高层删掉 然后我们还要从这个层 到第一层之间的所有的这个元素都删掉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大家愿意去看一些文字的话 也可以读一下这个 我觉得还是主要读一下 这一段话吧 就是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呢 读了第一遍稍微不是那么的清楚吧 但其实读了第二遍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明白什么意思了 它这个 它这个计算时间法都是怎么计算的对吧 嗯 其实那就是说这个思路呢 其实还是嗯不是很难啊 还是算比较好理解对吧 然后就看怎么去实现咯 那下面我们把这个数据构写出来看一看 其实我我们在这道题里面写的数据构可能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效的吧 有可能这个挑战表有很多实验的方式 这里面我只是结合了维基百科的这个思想 然后以及这个讨论区的一些一些这个答案 然后我就参考了一下 可能这个是一个针对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题目的一个 简版的一个实现 它并不能代表一个挑战表的一个完整的实现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题目去锻炼一下 我们对这个挑战表的这个数据构的一个思考的深度 然后以及这个这个理解的深度吧 对吧 那我们下面把代码写来看一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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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结构体呢 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元素对吧 那它应该有自己的值 然后以及它的右边的节点以及向下的节点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链表的速结构里面呢 我们要维护两个私有变量 第一个就是这个链表的当前的成绩 默认的话是没有的话就零层 以及我们维护一个头节点 头节点指的是最上层的最左边的元素 就是这里面的就是30这个元素 我们看一下最简单 那个查找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生命一个临时变量 然后去迭代当前的变量 只要你有值的话就进行迭代 那么每一次的迭代循环体呢 都做了两件事 一个事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当前的一个目标值 所在的当前层的一个适当的 适合的一个区间 比如说我要是找80的话 我在第四层的话 就是当前这个区间30 以及这个右节点是空的情况 这样一个区间 那它的条件其实就是说 你的右边的值呢 要么是要么是就是说你右边的值 如果是空的话 那就到这为止 如果不是空的话 就是说 rad不是空啊 并且这个右边那个值呢 如果要是说大于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当前的target的话 就说明你找到适当位置了 否则的话就是说小于嘛 那你就再把当前的这个元素呢 向右移动 直到找到一个这样的合适的位置 就是说这个target的是大于 左边 大于当前的crime的值 但是小于等于右边的值 或者右边的值是空 然后往下走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 当前的右边的值 是否是我们要找的值 如果是的话 就直接反过就好了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将当前节点呢 指向它的 更下一层的这个节点 然后继续做同样的查找 如果最后也没有找到的话 那我们就反过一个 这个 假 就代表没有找到 对吧 然后再看一下增加 增加稍微复杂一点 这里面 首先我们要去为当前的增加的节点 去呃去去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它它能够代表的一个高度吧 就是 那这个这个里面就用了一个 概率的一个 一个计算对吧 那每一次这个run的去的是0到 0到一个整形最大值对吧 那其实我们就要最后一位 那最后一位 我们知道RG只有两种状态吗 0或者1 所以你等于0的概率 就是二分之一对吧 然后 这里面这个 最开始是0嘛 那最开始0的话 这里面应该是没有零层的吧 我们就从1开始记 那从1开始 对 并且当前那个层数呢 不能大于它目前的最高的层层级 等于可以 那这个时候如果还满足 一个概率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将这个值加加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值呢 越大代表的概率呢就越小 对吧 那 如果在小概率的情况下的话 它会这个R level 就是Random level会大于这个level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代表了我们要增加一层 对吧 增加一层的话 我们就当前那个 将当前那个Number这个元素呢 增加到最高层的那个节点 就相当于30这个位置 然后将它原始的这个层级呢 加1 就等于这个R level就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始从从上向下 从左向右去寻找 那乘级的话 肯定从level一直到第一层 每一层呢 我们还是这个查找的过程 和刚才搜索的是一样的 对吧 首先是找到合适的这样的一个 当前乘级的一个区间 然后找到这个区间之后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当前这个乘级呢 是否已经小于等于 我们这个 这个选取的这个随机 随机的乘级啊 如果是的话 我们要将当前节点 就插入到这个这一层当中 然后让它作为这个 这一层的代表节点吧 那怎么插呢 就是 就当前节点 我们要插到当前节点的右一侧 对吧 那就是让这个当前节点的右一侧 等于这个新的节点 它的值是number 然后这个值呢 它的右节点就是 就是当前节点的右节点 对吧 就是 大家可以就思考一下吧 然后它的这个下节点 现在是没有呢 对吧 因为我下一个节点呢 其实就是它 这个节点在下一层的一个值嘛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去 去去去声明 所以就我们先制成一个空 那为了去 在后面的过程 去把这个 状态给它复制上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去声明了一个last的变量 先保留下来 那这个时候同样 如果last的变量是有的话 我们就将这个 上面那个节点的下一个 指向当前的这个新增的节点 然后最后 再将这个 这个上一个节点 就是这个复制成当前的一个新增的节点 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之后呢 就是我们再将当前节点 一向下一层 做同样的动作 增加 然后这个删除的话就 就好说一点吧 首先还是说我这边声明一个变量 去代表说我在这个查找的 就相当于也是一个查找过程嘛 我去看查找过程当中 有没有去找到这个元素 如果找到的话 我们就把它标记成处 最后返回的时候就代表了 我们有没有这个删除成功 对吧 删除的首先也是从最高层 向最低层进行一个搜索 那首先找到一个合适的区间 然后呢 如果发现这个值是有的话 我们就标记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值了 那删除的话就很简单 对吧 就将当我们要删的是 crand的这个的右边的这个元素 对吧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右边的元素 先保留下来 最后来释放掉 那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元素呢 从这个列表当中去掉的话 就是一个基本操作嘛 对吧 这个red等于red的red 整个的话最后就 就反复一好 基本上其实你可以看到 整体是一个链 就是基础链表的一个基础操作 利用了这个概率的思想 然后 利用了这个链表的一些操作 然后 整体是这样吧 然后它可能代码量稍微 稍微是还是有一点多啊 对于一道题目来说 但是并没有那么的难 没有那么的难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 嗯 哦 提交 好 run time error 看一下 什么错误 运行是错误 那 控制针是吧 16号 那有可能crunch red是空的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要加盘吧 我们再跑一下试一试 我们再跑一下试一试 我们看大概有多少case 18个 不算很多 应该应该的代码应该是没问题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道题目呢首先是让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跳链表的一个基本原理 然后并且呢通过去把这个一个简版的代码啊 写一遍之后呢能够加深我们的这个对这个跳链表的这个理解 然后这里面一个新的知识呢就是 我们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概率的一个 计算计算规则啊去实现这个logn的这样的一个实践法的一个成绩 好的那么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视频先到这里再见